我们先看看第一题 圣父圣子圣灵 从人的血气肉体来看 圣父和圣子离得比较远 而圣灵的感动 可能我们都切实的经历过 我觉得三维一体的神 神论 这个神学序论 再重新修一遍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的困惑 是你个人性的困惑 我按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理解 圣灵更接地气 三维一体 是其他宗教攻击基督教的 一个主要原因 也是基督教内部分争的 重要问题 从感性角度 从我们笃信神存在的 基督教来说 我们承认三维一体 我也认为神三维一体 但要想更能说服 其他人的情况下 是不是要一些偏理性的概念 别人反对攻击 不光是三维一体 基督论也攻击 救恩论也攻击 基督论为什么神人二性呢 救恩论为什么 因信称义呢 这都是攻击 凡是基督教的真理 都会受到攻击 最强烈的 早期的是基督论 神论也攻击 神的存在的问题 基督论的问题 包括三一论 救恩论都受攻击 所以不是广三一论受攻击 然后再也就是 你前面所说的 这个接地气的问题 的确好像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多少受了灵人派的影响 跟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好像更多是 这个圣灵跟我们亲近 圣灵感动啊 什么感觉啊等等 实际上比起圣灵 应该是基督才是 你如果不认识基督 你就不可能认识圣灵 当圣灵做公司 我们认识基督了以后 我们才认识 原来我信是圣灵 透过基督教导 我们才认识圣灵 你不认识基督 怎么认识圣灵 所以实际上更近的是基督 基督至少还道成肉身 在福音书里面 记载了他成为人的样子 更亲近 临时看不见摸不着的 体会 感觉 所以在你问题里面 其实已经体现出了 我们很多一些 当然这个困惑是对你是真实的 但也体现了很多 我们需要更扎实的 神学的装备 所以你来这个学校 是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不对 每一个来这里 已经整理得清楚 也没必要来 应该来教课才是 对不对 所以我更多的是鼓励 不应该责备你们 因为就是这样 你诚诚实实的 发表了自对问题 又被老师一顿诀的话 是不对的 虽然你们问题本身 确实存在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尽量 更以温柔的 恩慈的 积极的方面 来去引导大家 就是三位一体 的确比较抽象 理解也难 因为它已经超越 理性的范围 我们一开始讲了 不是出于逻辑 哲学性的思考 才讨论这问题 圣经里面 启示了这个教理 所以一开始 就不是出于 哲学的考究 亚特纳修也是那样 不是出于哲学的考究 忠于圣经的教导 忠于圣经的启示 只是我们错觉 好像圣灵离我们近 因为我们说 圣灵与我们同在 好像基督在天 父的右边 但实际不认识基督 根本不可能认识圣灵的 对不对 再有就是 怎么用理性去向别人传三文一体呢 不可能趁早放弃 虽然我们在理性当中 学习教义的时候 尽量在理论上 学清楚三文一体的规范 哪个告白不对 哪个告白应该谨慎 措辞要严谨慎 在理性当中 在教理上去掌握 更好的去阐述 虽然不能完全清晰的 完全透彻的说明 所有的三文一体的真理 但是至少 我们应该限定性的 这是正统的告白 三文一体这么规范的 我们在理性上要个认知 然后心里阿门 但是要真正向别人阐述的时候 不用说三文一体 连基督你能够说服他 想明白信 这已经是不可能的 白有血气的人 他是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的 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已经说到了 属肉体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 罗马书一章 那些人心智昏昧 明明知道神就故意不认神 去拜偶像 随从自己的私欲 所以你指望他聪明到一定程度 或者说你厉害到一定程度 讲清楚了 他OK 讲得对 我信 那是不可能的 违背他罪人堕落的本性 第一 他理解不了 第二 他也没有那个信的能力 你讲通了 顶多是 他好像能听懂 但是如果圣灵不光照 他永远想不通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超过 我们能理解能力了 等用他那个被玷污扭曲的 那个低级的理性 那个被罪玷污的理性 那个充满了反叛 不信 顽梗 愚昧 昏昧 瞎眼的理性 能够看清真理的福音 这已经等于像要求那个瞎子 去读圣经一样 让龙子去见赏 这个哈利利亚那个 那个优美的 弥赛亚赞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让摊子起来行走吧 让龙子 让这个龙子你听吧 让哑巴你说话吧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够严谨 怎么去说服 你去传福音就好了 跟不信的人讲三维体 突然 你可以努力去尝试解释给他 但是结果是肯定是听不懂 连信的人都听不懂 更何况让一个鼠林上 还处于在瞎眼 心灵仍然昏暗的这样的人 让他明白是不可能 指望石头开花一样 所以我们学神学很重要 好好读圣经 你就算不懂神学 你好好读圣经 圣经里面已经对这些 天然人的这些状态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光景已经说了很多 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 读不出这些东西呢 还总有一种 我们构想出来的那种信仰 尝试做一些 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种尝试 说明我们里面 对基督教信仰 对人 堕落的人的状态 还是不够认识 所以我们在序论里面讲到了 单凭人的理性 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 普通启示的有些局限性 和人堕落后的状态 人瞎眼 人昏昧 人背逆神 故意躲避神 这种本性 除非借着神特别的恩典 特殊启示 更光照强烈的 折服人 使人悔改 重生 驯服人 苏醒人 人才能够明白 福音里面的真理 才能信 所以信是恩赐 是超自然的作为 不是天人人本性 想明白 想通了 然后听得合理 OK我信 那个不是信 表面上可能他信 除非是圣灵做工 不然他就不可能真正的信 所以我们需要神特殊的恩典 我们今天谋问成为这样的人 成为何等人 全是神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